感谢一下粉丝的点赞和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发两局小快递啊 第一局小快递呢,打起来比较快,对吧 快刀斩乱嘛,第二局呢,打起来就比较艰难啊 然后第一局呢,我们准备延伸到小红家里去 你看小红,小红,哎哟,钻石,钻腕 他一看我延伸过来,果断把基地一卖 卖了基地出个漏人,把游艇一战直接之后 这叫什么行为,钻石撞腕对吧 这里我一看要找过来,你都不想玩啊 然后看看中间啊,中间蓝色跟粉色直接延伸到淡蓝色家里去 两个人抢地盘抢这个淡蓝色,那么淡蓝色肯定守不住对吧 但是淡蓝色比那个小红比较顽强对吧 他一个人在支撑两个人,我们就过来肥手掏对吧 因为蓝色把地宝甩到上面去了 下面没有地宝,哎我就把你基地摸走 我们两个搞他一个,我就把你摸了对吧 摸了以后卖掉基地,再把他的油田给他偷了 那么这个蓝色呢,现在虽然没有投降啊 但是他有个兵营,可以疯狂骤兵对吧 等一下这个兵打完淡蓝色就会冲到我家里来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油田围起来啊 因为他没有坦克打不开围墙 这个油田占掉了得保住对吧 把他围起来,等一下他的兵就打不到了 然后我们再招一个头啊 招个头看看要不要偷一下这个紫色 因为紫色发展的比较好对吧 但是紫色家里有坦克不好进去 然后你看,蓝色把淡蓝色带走了 然后把淡蓝色的油田占了以后就要打到我家里来 看到没有,打到我家里来广怀照围墙 但是围不住了啊,围不住就围家里的路口 他想报仇,把他围起来 你看,直接投降了对吧 投降了以后,看看这边,这边还有四个人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打这个紫色了啊 你看,紫色心动的手对吧 心动的手他有五个坦克 我们只有四个,等再多一个 有了五个以后就可以过去 五打五,然后他过来甩个地宝 地宝吸收下子弹 然后坦克点杀,看到没有 这样他一下子就吃亏了 所以说呢,你靠着我的建筑 你得小心我放地宝 放那个地宝他就吃亏了 然后他打我的维修车 维修车往后面说 直接坦克冲进来 这样他就守不住了对吧 坦克一旦少了,他就守不住了 直接投降 投降了以后呢 然后还有三个半 还有个小绿 小绿顶多算半个人对吧 然后我们就准备打这个中间的粉色了 先把坦克修理一下 然后再补个牛车 现在有两片矿区 但是这个牛车太少了对吧 再补个牛车 坦克修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准备走这里上了 走这里冲过来 把它矿场一头对吧 偷了矿场以后 他就没有钱了 然后他的坦克过来 因为这个小粉 招了很多美国大兵 还有很多地宝 还有很多飞行兵 对吧 他没钱了 我只要把它矿场一头 他就招不出来矿场了 只能等这个油田慢慢给他摇拳对吧 先断了他的经济 断了经济 让他没法生产 然后我们再补个牛 踩他的矿 看到没有 再打他的牛 然后那边 小黄一看粉色守不住了 他冲过去打小绿了对吧 你要打小绿 你就早一点打 我这边打完了 你再打完 那我们冲过来 直接回手头对吧 然后把这个坦克修一下 所以说这一盘打起来就比较顺了 然后把这个矿场放在家里 他只有四个坦克 肯定守不住对吧 我们把坦克集中一下 直接冲进来 冲进来压掉这个漏人 然后点他的坦克 把他坦克点掉对吧 然后再维修一下这个一星坦克 他没有钱卖基地 这个时候卖基地维持完了 然后放出漏人 把他的兵名给他偷了 不要让他造兵 再打掉重工 这个小黄守护之后 你看卡住了 把线投降对吧 好再给大家带来一局小快递 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对吧 这一盘旁边就是一个苏军了 但是这个苏军建造比我快对吧 他的电场要比我造的快一点 所以说他想延伸到我家里来 你看到没有 想延伸到我家里来 广快出个兵员 然后造狗造美国大兵 不要舍不得钱 但是这个人他没有造狗 他先造个兵 最好是先造两条狗 再出兵对吧 你先造兵被我的狗咬死了 看到没有 咬死了以后 但是你的地宝造的快 没有用 我们有美国大兵助攻一下 看到没有 美国大兵助攻一下 他就拼不过了 这样这个小绿 你延伸到我家里来 虽然你的地宝放的快 但是你没有造狗对吧 延伸到别人家里去 最好是先造两三条狗 再出兵 这样才能抢得赢对吧 然后我们就准备把这个油田 抢过来 但是这个紫色的 一看小绿投降了 他想占这个白色油田 你看到没有 造了这么多个兵来抢我的油田 这个小绿是我整死的 你抢我的油田 你过分了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美国大兵派过来 我有三个美国大兵 蹲在这里 然后把重工放在这里 保护这个油田 但是这个小绿呢 他比较生气 我不知他为什么生气 对吧 这个油田是我打下来的 他看到被我占了以后呢 他很生气 造了很多兵 然后呢 我们就过来准备 偷一下他的重工 对吧 放漏人 结果呢 没有偷到 没有偷到的 他更生气了 你看到没有 他孩子造兵 一下子造了这么多美国大兵 我有一点黄啊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动员兵冲过来怎么办 然后我们放个矿场 放个地宝对吧 放个地宝 哎呀 这个兵越来越多了 赶快把家里油田占了 家里油田都忘记占了 然后这么多兵过来 肯定守不住 守不住的 只能避其锋芒啊 不能应手 然后我们放了一个兵 也准备造美国大兵 但是来不及了 这个兵太多了 他生气了 只能把重工卖掉对吧 把重工卖掉 牛川飞回来 然后在家里 再出一点美国大兵 你看是不是很凶 然后再甩一个地宝 美国大兵蹲下来 把牛车拖过来 压一下他的兵 压一下他的兵对吧 然后坦克再压一下 不然这个兵太多了 牛车没血飞回去 然后美国大兵蹲下来 躲躲躲躲躲躲躲 躲到两个地宝后面 你看你强行冲过来 我这里这么多美国大兵 你敢冲 这样这个紫色呢 开局造了这么多坦克 这么多兵 一下子差点把我打飞了对吧 我重工都没了 但是我的兵多 哎你舍得造兵 我也舍得造兵啊 这样这个紫色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球了啊 但是这个粉色有可能要打我 看到没有 粉色要打我 把美国大兵分散开来 然后我有个三星大兵对吧 把这个三星大兵派过来 蹲到这里 看到没有 三星大兵射得比较远 直接打他重工 先给他敲碎掉 敲碎掉打他坦克 然后走两步蹲下来 但是被他压死了 我一个三星大兵 换了他一个重工 还是比较赚的啊 这样这个紫色 基本上就飞了对吧 你说你好好的整我干什么呢 我又不是抢你的油田 这个旁边的邻居是我打下来的对吧 然后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干什么 粉色又不打这个小紫 我希望他把小紫带走对吧 这个上面的红色出了一个高科技啊 现在呢 我们两个坦克冲过来 一定要果断一点 他造了重工对吧 造了重工以后 我不要打重工 也不要打基地 就两个坦克 直接堵他的矿场 这是最选择啊 最好的选择对吧 直接堵掉矿场 我们就撤 这样呢 他也没钱出坦克 他重工出来 他没有钱了对吧 好不容易存了两千块钱 造了个重工 然后矿场没了 牛车踩不了矿 只能靠一个油田 给他慢慢摇钱 他半天都摇不出来一个矿场啊 然后再把每个大兵拍过来对吧 上面的小红 被这个蛋蛋色带走了啊 你有钱造矿场吗 你没钱造矿场对吧 只能等油田慢慢摇 他说你矿场出来了 我就直接带走他 等他矿场造出来 等他矿场造出来 我就直接把他带走 然后我们再补一个牛啊 因为中间的粉色 对我的威胁比较大对吧 我们再补个牛车 然后出个飞行兵 出个飞行兵 先把他的大头兵给他整掉 现在他没有钱造防空 你造防空 你就没钱出矿场对吧 然后他收不了了 把基地重工全部卖掉 就剩一个电厂了 对吧 你不投降 不投降 我就用飞行兵链接 然后中间的粉色呢 打到陈王色家里去了 你看到没有 他那样往陈王色家里冲 那坦克被掐住头 一下子就守不住了 然后把紫色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呢 中间的粉色 打了下陈王色 陈王色生气了 看到没有 陈王色这么多坦克 冲到粉色家里去 粉色就守不住了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呢 你招惹这个陈猫猫干什么 你坦克都灭他多 你还敢招惹他 直接就守不住了 对吧 然后陈王色很多坦克 都是残血的 你看到没有 很多坦克都是冒烟的 都是一滴血的 又被油田炸了下 你看 又被油田炸了下 全部冒烟了 所以说打小快递 一定要学会抓鸡 这个陈王色发展的比较好 他犀牛坦克比较多 四个牛 你看到没有 我只有三个牛 他四个牛了 现在他的坦克非常多 但是都是残血的 对吧 都是残血的 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给他修 等一下他修起来 我就打不赢 因为那个大男色 对我没什么威胁 他没坦克 就几个防空车 所以说我们广快冲过来 不要给他修 你修 我这么多美国大兵 蹲下来 看到没有 他本来就残血的 然后灰熊坦克 碰两下他就死了 你看到没有 碰两下就死了 然后生了个三星大兵 他压过来掐住头 你想修坦克 我就不给你修 你看他这么多坦克 一下子就打不赢了 然后瞬间就直接带走了 对吧 他就不应该修 不应该冲出来 我打他的话 他就应该缩到后面去 你还敢冲 你都是残血的 把他带走了以后呢 就剩一个蛋蛋色了 这个蛋蛋色呢 现在有两片矿区 四个牛 我们现在呢 只有三个牛 我再补个牛车 五个牛车 然后呢 他家里有很多电线杆 对吧 有很多电线杆 很多地宝 还有很多飞行兵 我冲进去 肯定是冲不进去 所以说我们造高科技 这个粉色打了个字 叫我造飞机 这个飞机呢 也可以造一个啊 因为他的高科技 比我快 对吧 高科技比我快 有可能想出光灵坦克 我们也准备造光灵了 不造光灵 打不进去 然后呢 家里留两个坦克就行了 留两个坦克 防守他的防空车 所有坦克冲到这个上面来 对吧 打基地 他基地躲到里面去 就打牛 先限制他这一片采矿 或者让他采两面矿 对吧 等一下他经济好了 高科技就放在这边啊 不要放在家里 你看光灵坦克出来了 对吧 光灵坦克在射我 但是我们不能往里面冲 往里面冲的话 电线杆太多了 我们的坦克先躲到后面来 我们也造光灵 然后补个电场 对吧 他在打我的重工 修下重工 然后出个飞机 用飞机来炸掉他的光灵坦克 当时他防空好多呀 我飞机一炸就被防空打死了 然后现在对射光灵 对吧 你光灵射我 我也用光灵射他 他飞行民想换我的光灵 防空车保护光灵 然后两个光灵射他 他的幻影冲过来 直接点掉幻影 哎呀 坦克打死他的光灵坦克 你这个幻影还敢冲出来 直接点死他对吧 然后我发现他的坦克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了 我们直接冲进来 冲进来 冲进来以后不要往里面冲啊 里面有电线杆对吧 我们直接躲到这边来打牛 哎 打牛是最好的选择对吧 就打他的牛车 让你采矿 然后点掉幻影 因为他那个电线杆 保护不到牛车 你看到没有 把他牛车全部扫干净 扫干净以后 然后再出个光灵坦克 炸他的防空 飞机炸防空 他又造了个电线杆 用坦克加光灵 把他电线杆打掉 这样当然说就守不住了对吧 你不造坦克是不行的 这个小块地一定要造坦克 坦克才是王道对吧 谢谢大家